液面下的體積乘以液體的密度 液體密度多少 1.2 1.2 所以目前紅色的液面下體積會等於多少 液面下體積會等於多少 我也好難算 1.2除過來變成1.2分之0.9 乘以降多少 3?的怒體積 4分之0.2 所以溶化之後 溶化之後水的體積會變多少 水 不是啦 水的體積會變多少 整個冰塊都溶掉的話 我现在这个是不是融化前 融化前在水里的体积只有多少 是不是只有四分之三的冰块 那融化后呢 融化后是不是整颗冰块 是不是 整颗冰块 整颗冰块都要融进去的话 水的体积是多少 水的密度 等于多少 等于1 水的密度等于1 是不是等于 重量在这边 冰块的重量 融化成水会不会改变 不会 那所以水的重量 是不是会等于冰块的重量 再除上水的体积 对不对 所以整颗冰块的体积应该是多少 整颗冰块融化成水的体积应该是多少 是不是0.9个冰块体积 整个冰块融完之后会有0.9的冰块体积这么多 可是它现在音乐下只有多少 是不是0.75 那融化后是不是会增加 可以吗 整个冰块哦 现在在水里的只有0.75个冰块体积哦 整个融化完之后是0.9个对不对 那这样子是不是会水面是不是就会上升哦 可以吗 那如果我们放冰块进去的时候 那个水刚好满 然后就等于看冰块的时候 那水就会上升 诶对 很神奇 诶就那么神奇 我请你去调一个1.2的密度 然后把冰块放走 质量除以体积太大了 我的学生太聪明了 我只超过飞水而已 好了 先找到喝酒